今天这道题啊 我们队真的很难 可以看到我们队的配置 是三个男生 但凡有个女的 我们聊这道题 也会轻松很多 于是我们就从今天的着装来划分 派我来充当这个题里的 那个女的 来 各位姐妹们 我们来闹了 我就纳闷了 这有什么可阻止的呀 是家里只有一条热裤 我穿了 你就没得穿了 而且女生朋友们 这个时候一定要发现问题的关键 如果你的男人 突然对女生的着装 衣品有了提升 口红的色号有了把握 警惕 就是外边有个小妖精 给他开小灶 先别着急换裤子 好好问问他吧 这下再跟男生朋友们聊一聊 你们以为热裤 就只是热裤吗 No 她是女生自控的薰公章 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一个女孩子 为了穿热裤 要多么努力地保持身材吗 对不对 整整一个冬天 老娘米面不吃 扛着饿 一个春天 老娘跑步健身扛着泪 就为了这个夏天 短暂地露出大长腿 如果你爱我 闭上你的嘴 而且女生穿热裤 真的很累 大家想一下 穿一个热裤 我们需要经历什么样的步程 过程 我们要洗澡 护肤 身体乳 我们要化妆 眼影 配口红 我们还得上衣 鞋子配包包 以及项链 你今天突然跟我说 宝贝 我觉得你这个裤子不太好看 你换一个吧 OK 整体的造型全部重来 再来一遍 洗澡 护肤 身体乳 口红眼影 用化妆 鞋子配零用包包 你是人吗 女生是整体的产物 对 这个Nice 这个金句 你只是看到了热裤 没有看到我为热裤 做出的努力吗 不 好 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事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些不让女朋友 穿热裤的男生 和喜欢看别的女孩 穿热裤的男生 是一个男生 对 太奇怪了吧 她们对于别的女孩的要求 是美艳 对于自己女朋友的要求 是安全 她们又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好看 又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不要被别人发现好看 听起来 是不是非常像金屋藏胶 然而你们唯一的区别 是你俩住的 还不是金屋 等一下 嘴巴粘住了 接下来就是男生最长的两个理由了 第一 就说 哎呀 我觉得你穿热裤不安全的 我怕你出去被人家占便宜 这个时候 我就要跟大家说一说 当代女性穿衣 和性格的对照表了 俗话说得好 眼影越浓 脾气越凶 穿得越粉 骂人越狠 大家想一下 美少女战士的水冰月 名侦探柯南的毛利兰 裙子短不短 非常短 飞天小女警都没有裙子 可是你们谁敢惹 都不敢惹 因为敢于穿短裤 化农装的女孩 都是自信的女孩子 而自信和昂扬 就是对女生最好的保护色 我们想象一下 在路上看到两个女孩 一个是维维诺诺 穿着普通的女孩 另外一个是 睫毛贴得满天飘 然后踩着高跟鞋 和短裤的女孩 你们觉得哪个女孩 更容易被欺负 我觉得应该是前者 所以勇敢穿 更安全 第二 这个理由就非常常见了 很多男生说 哎呀 你穿热裤 我很担心你出去 招风引蝶啊 如果今天我脱了热裤 能够给你真正 所谓的安全感吗 男生朋友们 我问你们 是你的女朋友 今天穿着邋遢 蓬头过面出去 没有人看得上她 能够给你安全感 还是你女朋友 今天打扮得光彩照人 被路人示好 但是依然 晚上回到你的身边 能够给你真正的安全感 安全感从来不是因为 没有人选择我 而是我在众多新的选择中 依然愿意选择你 漂亮 漂亮 好 所以 请男朋友 对这段感情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就让我们用热裤 来给他信心 植树节 虽然已经过了 但是各位女生朋友们 用热裤 在男朋友的心中 重点 重 最后一个点 非常的简单 很多女生说啊 不就是迁就一下男朋友吗 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也觉得 没错 直接换掉裤子 非常的省事 可是我们省掉的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省掉了 沟通的机会 是放弃了 让他了解你的机会 很多直男 是不了解女孩子的 就像他不了解你 为什么那么喜欢 穿热裤 他不了解女生 化妆之前 为什么遮住了 自己的黑眼圈 化完了之后 又把眼圈化黑了 他不理解 女生为什么 用镊子拔眉毛 拔完了眉毛 又再化一个眉毛 直男更不能理解 女生的一种妆 叫素颜妆 请问素颜 怎么还能有妆 这些东西 直男通通不理解 可是如果今天 他都觉得 你在浪费时间 白费精力 希望你改 我们女生 通通都改了 妆也不化了 肉裤不穿了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俩不定 谁比谁 更像个男的 今天我选择接受 其实你是放弃了 让你的男朋友 尝试真正了解 你的机会 你是放弃了 让他知道 变美这件事情 对于女生来讲 是能有多么大的自信心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女生会觉得 算了算了 我说了她也不懂 可是你为什么 就那么笃定 不愿意去试一试呢 也许试一试 你的男朋友 就会因为爱你 去尝试着 他去理解你 我觉得最好的爱情 不是在一开始 就找到一个 能够符合我标准的人 而是我们两个人 彼此磨合 尊重彼此 每一个不同的选择 你的男朋友 他有多么地愿意 想要理解你 他有多么地 能够包容你 这关键就在于 你对于自己的 那个选择 到底有多坚持 因为坚持 才会解释 因为解释 会尝试理解 因为尝试理解 才会爱得更深 最后一句话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更爱我的这份坚持 和足下的土地 解释 不得不说 这道遍体确实 让我犯难了 因为主要是没有经验 这道遍体里面说的呢 是一个女生 而我明显呢 不是一个女生 但是我有很多 女性的朋友 我就去问他们 我说 你们拿到这个遍体 你们会怎么选呢 他们都是 斩钉截铁地告诉我 不坏 他们告诉我说 其实也不是说 非要穿这个热裤 主要是我气不过 什么时候我男朋友 居然能对我的衣着 也开始这么 指手画脚了呢 但是我跟他们说 你们好好想一想 穿出门的东西 不就是让人 指手画脚的吗 我没有允许 别人对我们的穿着 提意见 因为你不允许 别人也会提意见 我真的很好奇 今天这个意见 你父母可以提 对吧 你朋友可以提 甚至你同事都能提 怎么就你男朋友 不能提这个意见呢 说好做彼此的天使呢 天使提点意见都不行 这个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说 你说不对 我还是觉得别扭 那你要觉得别扭的话 我劝你 刚才成了老师换位思考 咱们真正的换位思考一下 一旦变成一个女生 要求自己的男朋友换衣服 那就变成一个 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 不信大家来看大屏幕 我们来看看这件衣服 看看各位女同胞们 你男朋友穿这个衣服出门 你们能允许吗 这就是男生的热裤 性感热辣 无染世荣 无一不战 你只是阻止他吗 你不给他两脚 我都觉得你是个女善人 而且男生 不仅是穿的这种妖娆的 会被批评哦 他穿的单调也会被批评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程序员 每天都穿格子衫 他老婆在家里面 就这么骂他 说你能不能换点花样穿 别老穿得跟田字格式的 我一看你 我一看你就要练字 你看 他女朋友是不是言辞激烈 但是也没什么吧 你是不是觉得 他们也挺甜蜜的 因为这个就是 伴侣之间的聊天嘛 伴侣不就是你管管我 我管管你嘛 这个才叫伴侣关系 本来今天我们谈的 就是伴侣之间 关上门聊的话 到对方的嘴里 就变成了男性压迫女性 限制穿衣自由了 这么爱上纲上线 这个时候到了重点了 很多女性朋友 听到这就要问了 哎 不对 我男朋友懂什么审美啊 他就是小心眼 自己穿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还对我这个提要求 他就是怕我跟别人跑了 没错 大部分的男生 真的就是怕别人跑了 他不怕贼偷 但他怕贼惦记 他不是对你不放心 他是对贼不放心 你说这个能叫占有欲吗 我觉得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 更应该叫做 伴侣之间的珍惜感 如果伴侣之间 连这种珍惜 互相珍惜的感觉都没了 那和邻居又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你每天晚上 出入深夜酒吧 左边画龙 右边画彩虹 你男朋友 一点都不过问 甚至还帮你叫车 你觉得他爱你吗 如果你每天都穿热裤出门 你男朋友心里 一点波澜都没有 你回来了 他还劝你说 哎呀 老婆没事 咱们既然追求刺激 就要进行到底 明天不然咱们 穿内裤出门吧 他爱你吗 同志们 这样的人是爱你吗 他也不爱你 他甚至有病 伴侣之间就是这样 互相提出一些小要求 要求我们互相迁就 其实迁就 也是爱情里面的一种浪漫 到最后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脱不下这条热裤呢 不是我们的心声 而是外界那些过躁的声音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亚马逊女战士 我们要抗争 我们要斗争 就是不告诉我们 如何获得幸福 而我们现在恰恰应该警惕的 就是这些声音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她是一个女辩手 思维已经很独立 很清晰了 她前一阵子结婚了 发了一条状态 说我今天第一次下厨 男朋友夸我做的菜好好吃 我好开心 底下马上就有人评价说 你不应该这么说吧 女人只能因为自己开心 而不能因为男人觉得夸奖你就开心 我真的觉得她有病 别人怎么开心你也要管 我们以前总以为自由 是我坚决不患 抗争到底 而我们现在才知道 拥抱爱情 选择让步 也是一种自由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不是活成某个榜样 好像是外面人说的那样 而是活成各种各样 别让一条热裤成了咱们思想的禁锢 谢谢大家 高明 我很同意爱情之中要有自由 那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已经摆在这儿了 我不换 我应该怎么办呢 穿着出门还能怎么办呢 直接就走 转身离开 有话不用说出来的 那你们这不就是室友关系吗 你刚才说的沟通到底在哪里呢 沟通在于回来之后告诉你 我为什么想要穿这条热裤 你不沟通 那你要怎么办呢 她已经生了一天闷气了 你没有选择在爱情之中 去给你的伴侣 哪怕解释一下 你就直接不换出门了 这是一个良好的爱情观吗 这是什么奇妙的爱情观 非得逼我换着裤 那只能换了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两个爱情观 真的这样步调不同意 你可以换我 但是之前 我总要把我的诉求 跟你讲清楚吧 是不是太双标了 你有你的诉求 希望我不穿 我有我的诉求 我希望我穿 本能和本能之间 擦出核心的火花 咱俩就是天生一对啊宝贝 你方的立场 你方的立场是 坚决不要换 男生提出任何正规的理由 也不要换呢 好 正方时间到 我还有多久 我还有22秒这么长 我就这么简单地说一下 我觉得提出你的诉求 然后我也愿意给你解释 但是前提是一定 我继续穿着 如果我什么不说 就直接把裤子脱了 我以后 在任何其他的问题上 我还有什么 和你沟通的可能 阻止是拒绝沟通的开始 而坚持就是我对抗 他唯一最好的方式 谢谢 可以 好 我们来看邱晨讲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说 女性之所以会觉得热酷美 她不是自己觉得她美 而是一种社会规训 我觉得恰恰相反 今天当女性在穿着清凉的时候 如果一旦出现在公共舆论场当中 那些和你们不一样的 最恶毒的男人会说什么 会说穿成这样能是什么好东西 会说你穿成这样 男朋友能让你出门 她们心真大呀 她们面对的真正的社会规训 是有一些男人 想他们更保守 而不是想让他们更美丽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 你真正反对社会规训的犯法 就是穿自己认为美丽的东西 而不是错误地理解了社会规训 好 而热酷这件事情 热酷这件事情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我们有更好的方式吗 我们来想一想 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呢 就是让女生不穿热裤 另外一个 就是男生自己做心理建设 我想跟男同胞们聊两句 咱们什么时候怕过心理建设 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具体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精神胜利法 带女朋友出去的时候 别的人盯着她的腿看 其实我也会很慌张 可是这个时候 我会立刻转变我的角度 原来她不是我女朋友的时候 我和她都只能看 现在她还是只能看 而我 已经是她的男朋友了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这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 所以 心态放轻松一点 放宽容一点 你会觉得心里那个坎 没什么过不去的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其实我们有更好的路是什么 就是我们帮助女生 去解决她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女性穿热裤 其实无非就是担心走光 担心她们不安全 可是我想说 如果你真的担心她们走光的话 就提醒她们 坐下或者上下扶梯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姿势 如果你担心她们不安全 那么你就告诉她们 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能让我陪你的时候 尽量让我陪你 我实在不能陪你的时候 你打车 记得随时跟我分享行程 这些办法 哪一个不比直接 让她不穿热裤来得更安全 更有效 更能体现你爱她 所以我们不希望穿女生热裤 其实说白了 是因为男生通常有一些小心思 叫怕麻烦 可是我想说 这么做了之后 只能解决我们心里的麻烦 不能解决他们真正的麻烦 外面的世界很不安全 我知道 可是我们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帮助他们 细心地解决真正的问题 而不要用粗糙的办法 让他们忽略了真实的问题 最后 我承认 这个题目跟穿衣自由 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想说 我们男生为什么会害怕女生 在外面穿得比较清凉暴露 其实本质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也知道 这个社会对于女性而言 太不友好了 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评论 你现在一打开那些微博 你每次听到那些声音 你说她穿成这样 能是什么好东西 穿成这样 你都能让她出门 你心真大 这种时候 我们男生会害怕 我们会直观地选择 最简单的方式 想要去保护我们的伴侣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想让你们 穿热裤的原因 因为我们害怕 可是这件事情仔细想想 我们反过来想想 他们不害怕吗 当微博上出现 那些恶毒的评论的时候 你以为他们不闹心 不愤怒吗 他们知道地铁上有色狼 你以为他们不委屈 不害怕吗 不 女性在安全和尊重上面临的问题 面临的恐惧 远远比我们大得多 可是 他们为什么依然要坚持选热裤 不是故意跟你们闹脾气 而是他们真正想 保留那一点追求美的权利 他们真的特别想让自己美 当他们遭遇这些声音 他们不希望我们 像他们一样害怕 一样恐惧 然后一起躲开 因为每一次妥协 其实都是告诉那些 有问题的男人 你们没问题 每一次逃避 都是告诉那些真正有问题的人 你们可以说得再大声一点 他们真正希望的 是我们牵起他们的手 跟他们站在一起 告诉他们 有问题的是男人心里的问题 不是你的热库 好 这场比赛 节目组他把男生和女生 分成了两个对等的阵营 好像你们是对立的双方一样 对方负责说服女生 我们负责说服男生 可是我想说 我们真的搞错了对立面 我们的对立不是对方 男生的对立面不是女生 我们共同的对立面 是那些给我们制造恐惧的 不懂得尊重的人 今天这道题目下 到底谁错了 谁真正的错了 是男生想欺负女生吗 是女生不了解男生吗 不 我们都没错 真正错的是那些 让女生不敢穿着 喜欢的衣服出门的人 真正错的是那些 让我们不敢不舍得 让他们穿自己喜欢衣服的人 我们以为自己是对立的双方 可是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那些混蛋的受害者 好 面对混蛋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妥协吗 服从吗 不 我特别喜欢深圳公安 在打击地铁 猥亵事件的时候 用的一句话 他是这么跟姑娘们说的 他说 世界上好看的小裙子 你随便穿 色狼 我们来抓 我觉得每一个 想保护女生的人 都应该有这种 帅气而温暖的力量 我想 女生们应该也特别 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就是告诉他们 宝贝 世界上美丽的裤子 你随便穿 你的世界 我来保护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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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开杠吧 先开先杠 重新开始 今天陈灵月全篇论证的 都是男生不应该开口 阻止你有论证过 当男生心理有关的时候 女生不应该妥协吗 是 女生在不改之后 总要让男生有一个理由接受她 我的一切都是在不改的前提下 告诉我们男生 我们可以接受 不对 我觉得女生应该改 男生观念也应该改 双方都可以一起改 这可能才是我们希望的原因吧 可是问题是 你有论证你方的遍体吗 当男生愿意妥协的时候 女生愿不愿意妥协呢 双方当然都愿意妥协 我刚才讲过了 真正好的妥协的方式 不是让一方改掉 而是各自说出 内心真正的不舒服 我们解决真正的问题 不要解决男生心理的那个问题 好不好 很好啊 你说的无非就是沟通嘛 可是什么才是好的沟通 我告诉你 我不改 我不听你的 这是沟通吗 这是沟通 截断了沟通的路数 真正的沟通是 好 我今天可以改 可你明天能不能听我说一下 我的理由呢 不 真正好的沟通 是我不改 对不起宝贝 但是我有自己的理由 你可以跟我说说我的理由 我们沟通一下 这才是沟通 给理由就是沟通 对不起 正方没有时间了 所以对方今天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认为只有改 才是沟通的开始 可是我觉得 坚持自己才有沟通的可能 这是一道什么破题啊 我喜欢穿热裤 男朋友阻止 刚刚说的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因为他说热裤是一个人 自由和自信的象征 那作为这场比赛里边 唯一一个真的女生 我可以非常不负责任 有毫无说服力地告诉大家 热裤不好穿 真的 但为了这道题目 我找四个朋友 接了五条热裤 我全部都试过了 一条也穿不上去 全部卡在腿上面 不同的位置了 而据那些可以穿上的朋友 告诉我 即便他们能够穿得上去 也会感觉非常的卡 真的 而且 我觉得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 最难受的是在我试穿的 整个过程当中 我的朋友们一直在旁边 疯狂地嘲笑我 他们说你个子矮了 你腿粗了 然后你还有剧场无比的腿毛了 对不对 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忍受 这么辣眼睛的场面 我的朋友一直在吐槽我 我当然也知道辣眼睛了 你们光想想 也觉得特别辣眼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光想想 就觉得很辣眼睛 为什么 你们觉得 我即便是作为 本场比赛里面 唯一一个女的 然后也没有那么配 来谈论这个话题 为什么你们觉得 我试穿的这个行为和画面 都不堪忍受 是不是因为你们内心深处 其实也觉得 热裤这样东西 就是那些 肤白 貌美 大长腿的 所谓美女 才配穿的东西 所以看到了吗 这就是大家内心深处 真实的想法 热裤本来 就是一种男性视角下面的 审美产物 它从来不是女性 一个自信的表彰和彰显 它从来就是一个女生 长成什么样子 才算符合主流审美的 社会规训 所以我就非常费解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就这么个玩意儿 在今天这道题目里面 就成了女生 对吧 自由 平等 个性解放的象征了 别说穿她的时候的 不舒服和不自在 一个女生想要穿她 就如高明所说 想要穿她 就要付出巨多的代价 她可能要忍受减肥的辛苦 忍受瘦腿的麻烦 甚至脱毛的辛苦 还要忍受身边那么多人的 恶毒的评价 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一条裤子而已 如果需要我们 去适应她的款式 而不是她来适应我们的需求 那她就不配象征 任何解放和自由 好了 是啦 说到这儿 对吧 我也知道 说到底就是一条裤子而已 它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和意义 爱不爱穿 爱不爱改 都是看你个人的心情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要改呢 为什么呢 我也在想 为什么 真的很难 对吧 就是一方也会说多大的事情 对吧 我们也说多大的事情 对什么要改 在思考这个无比艰难的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 唯妙又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在亲密关系当中 都是为对方妥协 都是为对方改变 可是男生和女生 收到的社会评价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想想 假如你们两个人分隔两地 对吧 异地恋 然后都为各自的事业奔跑打拼 这个时候如果男生说 亲爱的 不如我辞职去找你 我们都会说 哇 这个男生好温暖 他为了为他的爱人遮风挡雨 可如果换过来是一个女生说 亲爱的 不如我辞职去找你 我们都会说 哇 你要小心一点 你这样显得不够独立 你很可能就会沦为男人的附属品 放到穿衣打扮这件事情上 就更明显了 对吧 如果一个男生为女生改变自己的穿着 我们会说 这个男人终于成熟了 而如果一个女生为男生改变自己穿着的话 我们会说 你要小心 你失去了自己 我们对女生做出的妥协 额外额外的警惕 而这本质上 是对弱者的一种补偿和怜悯 就好像大家对我的身体额外的紧张 一样别人咳嗽就咳嗽 打喷嚏就打喷嚏了 我要打个喷嚏 大家都会说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就会要你的老命 那同样的 我们在热库这件事情上面 如此如此地敏感 我们没有在捍卫女性的穿衣自由 我们其实在强调女性的弱势地位 所以我觉得我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我不想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男生的妥协就是温柔 而女生的妥协就是软弱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一点 对不对 男生可以坦坦荡荡地表达自己 其实没什么道理的安全感 而女生也可以轻轻松松地说 好吧 那我换一条裤子 你再等我一下 然后这是不是才是两个人之间真正的关系 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道题目跟穿衣自由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 你知道吗 就是这道题目要成立 就证明我们有穿衣自由 不然为什么我们会有选择 为什么要讨论两个选项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自由 所以今天这道编辑到底在讨论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它其实在讨论 当穿衣服 穿任何衣服的权利 都摆在你的手上的时候 为伴侣去妥协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吧 意味着你成为伴侣的附庸了吗 意味着你被他误化了吗 意味着你在关系里面出于劣势了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它证明了你事实上的独立 和内心的强大与自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都非常非常喜欢袒露自己 对伴侣的妥协 甚至关系中的软弱 我也是这样的 大家记不记得陈鸣 陈鸣 众人皆知的宇宙无敌大型气管炎 对不对 然后首尔 首尔经常用非常高亢的态度 在痛诉 他在自己老公和孩子面前的卑微 然后黄之忠也是 黄之忠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从来不避讳谈起 当他的女朋友格力不在的时候 他的生活过得就像一坨 一样 他从来不介意 为什么我们都怂得这么大胆和坦然 而且也过得十分十分地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信啊 因为我们相信 自己出门能够迎来一整个世界啊 所以我要何必在家里面 输给了你呢 我就愿意输给你 所以朋友们 很简单 对吧 有点信心好不好 当你真的认同说 改换一条裤子 不会改变你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真的感受到 你比你以为的更强大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谢谢 先开后节 所以是从陈灵月开始截变 我觉得这道题目呢 最后想让我们真正讨论的是 我们应该怎么通过保护的方式 去保护一批人 我听到一个日本的例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早晚上下高峰期的时候 女生其实是特别容易被别人占便宜的 日本人怎么做 她们没有想让女生不穿她们喜欢的衣服 而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 单独开辟了一间女性专用的车厢 她们让她们既能受到保护 又能够保持自己穿喜欢的衣服的权利 我觉得这才是这道遍体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意识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保护她们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进到我们内心之中 所想尽到的那些责任 我们应该以尊重为前提 去想保护的方法 而不是以保护为理由 去限缩自由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目到最后 既然这个社会 我们都认为它不太安全 它又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危险 它又有外面世界上的危险 那我们能给那些危险的人 唯一的一句话 就是愿你们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好 来 正方 求人结辈 天哪 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立场上 真的很惨 我觉得今天对方非常聪明 他们树立一个稻草人 这个稻草人就叫社会上的坏人 他好像说的是 如果我们不穿热裤 我们就是向坏人妥协了 而我们今天就是穿着热裤出门 我们好像就像坏人宣战 是不是这样呢 也许吧 可是今天这道题目 讨论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讨论的是 两个人之间 当有一方没有那么理解 有一方观念还没有那么先进 然后有一些男生 他们笨笨的 他们就是想不开的时候 女生这个时候 能不能稍微做点什么 我们聊沟通的问题 没错 沟通就是我们双方 抱有自己的立场 然后坚持到底 交换信息 可是沟通能够成立的前提 往往不是坚持立场 而是态度的软化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女生希望男生做一些改变 希望你不要打游戏的时候 她也讲不出什么道理 你跟她刚吗 说我刚在这里 直到你想出道理来说服我 可以吗 也许我们今天先不打 然后明天态度和缓了 你的内疚也来了 我们才可以好好说话 好好聊聊这个真实的问题 谢谢 今天的变题是 我喜欢穿热裤出门 但男友阻止 我要改吗 所以我们现场请来了 50个男生 50个女生 坚持穿热裤出门 我跟脸脸脸 我的直方是 我当然是这个 你的直方跟她相反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自由 但如果她反对的话 我觉得她也没有道理 然后我也不会听的 你跟她完全相反 观众曾进赛 请来的观众呢 都是特别筛选过的 他们的观点呢 可能是有比较明确的倾向的 那么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请了胡建彪老师的团队 帮我们辅导之外 我们还做了模拟比赛 首先很谢谢大家 今天能够来帮助我们 提供一些保护的反馈 本来你选择的是反方 然后被说动到正方的 朋友有吗 这次就是薛老师 跟超编的老师们提议 说希望我们可以打一次 更真实的模拟的辩论赛 然后呢 跟我们搭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然后请来了50多位观众 来做现场的评委 现在就看他们在台上 能不能打出队形出来 如果队形出来的话 短板会消失 这支队伍虽然人数少 他们可以是很精彩的一支队伍 你们热裤这些真的很难 我们这个非常难 因为他这个分寸感非常重要 好净 为什么分寸感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题打的 主要是给女生打的 你们两个男的 然后要说就是女生你们得改 这其实挺容易冒犯人的 这两个段子手 真是八哭心思 天然在家哭泣 就快把命 真的快把肺都呕出来了 我写这个稿子之前 我哭了两个小时 是为自己当时选择了第二骨鸡吧 五十男五十女的持发真的很难 大家好 我是蔡康永 如果在梦里面 可以跟一个人见面的话 我希望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羊 这样子我就可以继续数羊 继续睡下去 大家好 我是薛兆峰 如果在梦里 可以跟一个人见面的话 我希望他是唐朝的洛宾王 因为我可以告诉他 穿上海岚之家的鹅龙服 很温暖 大家好 我是李旦 如果可以在梦里 跟一个人见面的话 我希望他是康永哥 因为经常白天他说了一句话 我要到很晚才反应过来 他是在骂我 所以康永哥在你那经常 忽然入梦来 对 给我解释 白天是骂你 还笑 大家好 我是罗振宇 如果我在梦里遇见一个人 我希望他是海岚之家 鹅鹅鹅的老板 我想问他 是不是也可以赞助 我的跨年演讲 马东 我觉得 罗振宇的商务需求 越来越多 不是 他最近准备 他自己的跨年演讲 有点走火入魔 我很清淡的 我从来都不会这样的 大家好 我是M.M.M.A. 如果我可以在梦里 遇见一个人的话 我希望是财神 因为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人就是我们的赞助商 而我们的赞助商经常被财神照顾 比如说京东刚刚在双十一 破了两千亿的销售 这明显是被财神眷顾 好 我给大家介绍本期男神林耕心 耕心 如果你可以在梦里梦见一个人的话 你会愿意那是谁呢 如果您不建议的话 我也想梦一次财神 不 不 不 财神很忙 你换一个人梦一下 难道没有什么梦中情人需要在梦里面见到吗 梦中情人基本上创造机会也是可以见到的 所以你的梦中情人是生活当中你会经常遇到的人 康永哥 你理解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理解 我有机会可以见到 他不管梦到谁 他都会创造机会去遇到那个人 所以不需要老在梦里见 是的 梦只是预告片 就是梦里看到第二天就发生真的 你说这种人是不是特别招人恨 招人恨 所以林耕心的梦就是他的菜单 他就是翻到哪页就点哪道菜就吃了 叫追梦 林耕心可能有他的梦中情人我们不去追究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很可以理解 但是林耕心打游戏的时候他有一个游戏的ID叫九亿少女的梦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对吗 差不多吧 我当时是发生了什么让你 当时突然一瞬间不要脸了 你这么说我就没法接了你知道吗 是这样 我仔细分析过这个名字 就是说我哪天特别那什么了 特别嗨了 我就会说我梦见了九亿少女 这就已经完全不可想象了 但你的梦会很辛苦 但是你是九亿少女的梦 你要知道中国一共才14亿人口 然后少女加上少男也没有九亿 加上海外的呢 有没有这个可能吗 OK 你要是给自己起个网名 你会起就是完全天马行空的那种 网名啊 对啊 我以前玩那个赛车游戏 就是车牌子的那个号嘛 叫什么叫车祸 叫猛H123456 我是那猛人 我们那时候车牌开头就是猛H 猛喝 特别不好 这个特别不好 以前都不能再这样了 特别不好 薛教授要是给自己起一个网名 会起什么呀 我没起过网名啊 我想如果我起的话 会用些经济学名词起名字吧 比较容易顺手 哦 亚当斯密附体 其实起些难一点的 对 长一点的 什么刚性啊 什么in-elasticity啊 asymmetric information啊 我请教一下各位女生 如果你在网上碰到一个人 他的网名叫刚性 你对这个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 罗老师 你要是给自己起网名 你会 我网名就叫罗帕 但是最大的苦恼 就是很多人以为我是罗永浩 然后好多人跑过来问我 你手机做失败了 要不要投资 如果我要再起 我就起一个 我不是罗永浩 他有个网名呢 就叫小S好了 这样可以随便骂人了是吧 林更新今天来到奇葩说 然后更新最近这个除了拍剧 然后各种时尚活动之外 还开了烤肉店 怎么怎么走啊 在北京 在北京开的 在北京 有朋友去过吗 真的假的 你去过 两家你都去过 人家一共就开了一家 那家你去到哪儿 这是你们店里服务员吗 好像见过 两家都去过 感谢感谢 在哪儿啊 北京 在我就不给自己打广告了 你快 不缺生意根本就 不缺生意 打一个符号 爸爸烤肉 叫什么 爸爸烤肉 爸爸烤肉 就是那个爸爸吗 对 传统的 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爸爸 这是占人便宜的意思吗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 我给我爸爸开的一个烤肉店 不是 不是 我自己开的 名字比较简单 比较粗暴 比较好记 我发现你是个起名的高手 起个网名叫 九亿少女的梦 开个烤肉店叫爸爸烤肉 我觉得应该是开给那些 想任他做爸爸的人来吃的吧 是吗 所以去的人其实叫 任贼做父 这个更新既然是九亿少女的梦 我们就给更新处处题目 来看一看他真正喜欢的异性形象到底是什么样 来 请看大屏幕 你喜欢长发的还是短发的 这个没有一个很肯定的一个 我不用他的这个长发和短发来衡量这个人 区分的 对 是用腿长和 这个腿长比头发长更重要 要更重要 所以就长发短发你都可以 都可以 你喜欢长发短发的 短发的不用问了 我知道 罗兰 我只要有头发就行 吊子太厉害 好 林冠心长发短发都OK 来 看第二张照片 你喜欢穿长裙的还是穿短裙的 长裙 你不是在乎腿长吗 但是要藏起来 他长裙盖着 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 是俩人 你也有人藏着一个女孩 薛耀寿喜欢长裙的还是短裙的 都可以 看谁了 所以第三个问题 你喜欢穿长裤还是热裤的女生 热裤是指很短的那个 热裤就是男的穿不了的 短到男孩穿不了就是热裤了 你仔细想 这短到男孩不穿就是热裤 这也不用仔细想 简单想就知道 我当然希望他能驾驭得了热裤 但不喜欢他经常穿热裤出门 那他要去哪里驾驭这个热裤 至少在家里面可以 好吧 这个之所以这么难为林更新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变题 因为跟我们现场的设置也直接相关 来 我们看一下本期变题 行动 九二乔 我终于成功了 啥呀 你看 你看 我终于拿到奇葩说的门票 我可以现场去看录制了 恭喜你宝贝 我真的恭喜 我太激动了 我太激动了 我要好好给自己搭配一下 我穿什么去啊 这个怎么样 我戴这个帽子去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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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背上这个包 这个包好看吗 挺细致的 挺细致的 好看 挺细致的 好看 这个吧 这个 我再穿上这个短裤 好短啊 太短了 太短了 这怎么穿得出门呢 这怎么啦 我看你和奇葩说那些现场的姑娘都这么穿的 奇葩说现场它冷呀 你看林更新穿的这个海岚之家俄系列羽绒服 为什么 因为它冷 冷死 你这个穿肯定是冷 不行 不行 哎呀 没事 你看 我想好的 我带这个毯子去 我到时候冷 我就这样一搭不就好了吗 但是它太麻烦了 是不是 让你的男朋友来帮你选呢 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 等一下 相信我的审美 你觉得这条怎么样 你看 多温暖 多大风 穿上以后再也不再 不怕 腿冷了 宝贝 来 试一试 来 试一试 大哥 这太丑了 这不是复古吗 阿全 你就是想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是不是 不是 你看奇葩说现场录制两万多名观众人 多眼砸吗 宝贝 你身材这么火辣 我这不是怕他们动邪念吗 你这些人思想怎么这么复杂 他们要是有邪念 那是他们自己思想龌龊 我怎么能因为别人的问题改变我自己呢 我有我自己的情绪自由 不是 穿衣自由 你别动不动给我上加之吗 我辩论又辩论不过你 但这事我跟你说 就是你不对 哪家的正经姑娘会穿这个出门 张阿丑你在说什么 我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守旧的 男权的不做肉女性的 没有审美的人 我不管 我就要穿这个走 你非要穿是吧 行 你穿吧 我今天轮到我跟你分手了 后半辈子你就跟他过 我跟游戏机过了 真走啊 观众朋友们 我喜欢穿热裤出门 但我难有阻止 我要改吗 我喜欢穿热裤出门 但难有阻止 我要改吗 很明显 这是一个女生场景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比赛也叫做特殊观众赛 什么意思 大家会发现 从中间一分 这半场全部都是女生 跟本题切身相关 而这半场全部都是男生 跟本题更加相关 我们来看一看 男女完全这个截然不同的时候 对这道题的判断到底如何 请投票 5 4 3 2 1 哇 这么均匀吗 哇 这么接近 我问一下 男生里面 摁了蓝剑的劳架举举手 女生里面摁了红剑的劳架举举手 女生认为全都应该不改 不改 不改吗 全都认为不改吗 我刚才看到这边好多男生 就是故作大方的摁了蓝剑 因为她们比这个女孩比较健 你知道吧 对对对 后面的就可以自由 对对对 OK 好 那希望我们今天整个正反双方 对你们的影响能够最终体现出来 好 我们要感谢一下京东一下 一时爽一只京东一只爽 本节目由 多快豪爽的京东 独家冠名播出 鹅鹅鹅真暖和本节目由 国民品牌海兰之家 鹅绒系列羽绒服 超级赞助播出 跨越山海携程安排 本节目由 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 超级赞助播出 酒单纯顺口 人单纯敢说 本节目由 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 超级赞助播出 动动手指不用跑 好家都在贝壳找本节目由 贝壳找房 超级赞助播出 宝宝不上火 爸妈好快火 本节目由荷兰美素加儿奶粉 行业赞助播出 好 谢谢我们的所有赞助商 林更新 我刚才没有问你 请问你对这条题目的持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不改吧 这是反方对吗 对 我以男生的一个角度了 不改 如果你是男生 你就叫他不要改 对 那你干嘛叫他改呢 那就不要改 对 不要改 那就别提出 我当然希望他能驾驭得了热裤 但不喜欢他经常穿热裤出门 我改不改都听您呢 好 所以林更新来立一下牌子 你是反方立场 反方 蓝面向前 好 这件事事关两个对 所以这两个人有自然的立场 薛教授是不改 然后淡淡是一定要改 你会要求你女朋友改啊 变婚完了我再说吧 好的 来 罗老师呢 我支持薛教授那个队吧 好 他们这边缺二排变数 好 看我们课呢 要改 改啊 改 你是因为罗老师站在了反方立场吗 没有 我是因为我挂念着那个 林更新刚刚说的 就是他让他女朋友不要穿着热裤出门 可是呢 他又不好意思讲这种话 所以我替他讲了 就是他明明就是要人家要改 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这样讲 好的 现在康永哥就是你的分身 一会儿你随便虚伪地讲一下你的立场 然后他来负责把你真实想法 就要拿出来 你看这样行吗 好好好 来 介绍一下正反方 来 今天的正方 红队是江小白战队 反方 程璐 陈灵月 和阮高明 程璐今天神情略带紧张 跟孙夫人在现场有关系吗 有一点 有一点关系 因为他是来支持副手腕的 孙雯所以今天你是来看你老公热闹的吗 对 我其实是支持他的 好意外 好意外 对 你是变哪一方呢 我是不改 不改 那我就不改了 好 你们俩在生活当中 就是真的有任何事情是有一致意见的吗 我俩基本都挺一致的 都会听我的 谢谢斯文 来 请坐 你们公司的人最近频频出现在奇葩说的现场 好 效益不好吗 就是这样 效益不好 比较休闲 放假的 我们放寒假 我们是一个很奇怪的公司 好 来 我们现场我的两个朋友 四位的主唱 四位的主唱 紫剑鼓手 石鹿 石鹿 你是什么立场 死都不改 死都不改 紫剑呢 我把自己想成女孩的话 我会改 为了男朋友改 为了男朋友改 但是 我做一个男的 我绝对不会管我女朋友穿上 还是紫剑贼 是吧 一个人占了两个立场 怎么都对 我没有见过你这种 跨持方的变手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正反方 因为我是52比48 所以是从正方开始 正方一变 开始 加油 来 作为全长第一个说话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爱的鼓励 确实已经有了鼓励的票吗 好好 来 要改 因为热裤一点都不发型 两块破布加一个拉链 用我姥姥的话说 这就是一块尿戒子 而真正发型的低头看 就是在座穿着热裤的各位 两条笔直的大长腿 高耸入云 直插云霄 助力在时尚的风口浪尖 但是今天问的是我 如果我爱穿热裤 我确实是要说一声 我错了 因为除了爱你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确实后面还有更恶心的 没关系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但是作为女性朋友 你们肯定耳边会有一个声音 一直不停地在问你 哎 我连这一点点穿衣自由都没有吗 自由是什么 自由就是一只小小鸟 谈了恋爱的你却怎么飞 也飞不高 什么玩意儿 尤其是穿着热裤肥 你很有可能连鸟巢都出不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男生女生在遇到这要遍体 可能会发生的真实对话 艳阳高照 你拿着心爱的热裤 正准备穿上 突然男朋友出来了 你穿的是什么 你自然的回答 就是天气很热啊 就是一条普通的短裤啊 她也一脸一问短裤 我的内裤都比你这个长 你能不能不穿 她也有些生气了 你管我啊 老娘愿意 哎 她为什么要管你呢 三个字 不放心 你知道你穿内裤有多 啊 sorry 确实sorry 我从说 你知道你穿热裤有多hot吗 你知道外面有多么的 Dangerous 吗 所以 我们希望你 可以快快停止 散发你这该死的魅力 回家看看辛苦筑巢的老鸟吧 老鸟福利 志在千里 你穿热裤 壮心不已 你这么有壮心 你要金钟报国吗 壮心 确实是没有什么用 但是改 确实是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呢 你为自己 赢得了一次谈判的砝码 我想问下各位 一段好的恋情是互相包容吗 不 是互相敲主杠 你的男朋友 有没有彻夜打游戏不陪你 有 有没有你一直叫他戒烟 他不听你 有 有没有 出门不看手机 不回信息 不理你 有 机会来了 姐妹们 就在今天 你以为 你扔掉的是一条热裤吗 不 你真真实实地 换来了一个 亲耻男儿的 俯首称臣 这个逻辑很强耶 谢谢大家 今天 你的男朋友 把竹杠亲自交到你的手里 你还不一顿猛枪 我们改 就是给他上个紧箍咒 让他时时刻刻 皮都绷紧点 下次 我们让你改的时候 你也要同意 因为我们手里有一个砝码 我知道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还是不想改 没有关系 今天呢 我代表广大的男性朋友 说一点心里话 我们就是小心眼 对 好 上面好 就是小心眼 我们心眼小到 只能装下你 好恶心 哎 确实 只能装下你 而且 而且 心眼大了 容易出事 说到这里 不得不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了啊 我和我的前任在一起呢 他就非常的宅 不爱出去 我说怕他无聊 我就经常带他出去 跟我的朋友们聚会 我心想说 我足够自信 他看过了外面世界的缤纷 依旧可以回到家 在我这棵歪薄树上挂着 我想 世界那么大 老子也不差 谁想到 这个世界不仅很大 而且到处都是歪薄树 你想想这个画面 一个女孩穿热裤 出门遇见歪薄树 然后继续穿热裤 你再看我 小去鬼喝凉水 喝了凉水变魔鬼 我想到魔鬼吗 我不 所以 这一次 我就大方承认 我的小气 我明白 我明白 这一次 我终将爱得卑微如尘埃 仰望满天星辰 你 就是最亮的那一颗 但是试问 你见过哪颗星星 喜欢穿热裤呢 最后我想说 我觉得恋爱 就是一条长长的跑道 我们都在全力奔跑 路上充满了障碍物 它的名字叫做我们之间的差异 穿着热裤的你 不仅魅力四射 而且跑得更快了 再看我 破衣烂衫 绑手绑脚 我迈不开腿 我跟不上 你说难受不难受 所以我想快一点 再快一点 好让自己变得稍微 能跟你步履一致 能跟你步履一致 所以今天这次改 不是停下了 而是更好的前进了 这次改变 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更好的我们 谢谢大家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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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死了 我这一个劲地敲 他这一个劲地说 你就是那个穿着热裤的星星 你知道吗 好 那个前半程啊 我发现现场真的 这边都 还有乐的不行 这边都铁青的脸 然后到后半程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说我们就是小细眼 这边沸腾了 你们什么情况啊你们 我觉得是打到大家心里了 那一刻我觉得是 打辩论的人 最幸福的一刻了 我觉得 来 刚才是正方一变 来 反方一变是谁啊 好 腾露 来 腾露今天真的不容易 这个是应该说冒着生命危险 展开自己的辩论 好 我来正式进入辩题啊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 男生不让自己的女友穿热裤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连热裤都不穿 那不是更严重啊 而且你想一下啊 女生为什么喜欢穿热裤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腿长啊 大家应该像我学习 我不单不会反对 我老婆穿热裤 我还经常鼓励她 我说老婆 你今天穿热裤出门好不好 她说滚 你又想让老娘暴露我的短腿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你有一个女朋友喜欢穿热裤 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欠的就是找一个我那样的短腿 那样的好老婆 所以 所以 开玩笑开玩笑啊 拿生命开玩笑啊 然后 真的大家虽然是玩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其中的一个道理 就是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支持她 只有让她穿好了 她才能过得好 你也才能过得好 这是我从现实出发的经历啊 然后我们还要想一想 知道便提其实非常的荒谬 为什么荒谬呢 因为什么时候 女生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了 大家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男生 你的女朋友跟你说 你不能穿短裤出门 你说啊 可是我要去打篮球啊 为什么不能穿短裤 打篮球穿短裤很危险的 你以为那些拉拉队是在看你的球技吗 他们看的是你的大长腿 所以你想一下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荒谬啊 所以你换位思考一下 你就会觉得啊 这种要求完全不需要提出来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现代社会 大家穿的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 真的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 大家就是越穿越少了 你看连动物的毛都越来越少了 因为太热了 你想想想 北极熊一直在脱毛 为什么 热 非洲的动物为什么毛都比较短 因为适者生存 所以你想以后 我觉得大家以后 所有人都会穿热裤出门 因为没有穿热裤出门的人 都热死了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就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它终究会把你的长裤 碾碎 变成热裤 而且很简单 就是穿热裤可以节约布料 对吧 可以节约能源 有效地阻止全球气候变暖 而全球气候不变暖 你就不用穿热裤 你想想这个逻辑 所以大家目标要长远一些 现在穿热裤 就是为了以后不用穿热裤 而且其实这道题不是在说热裤了 其实是说男女沟通的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参与辩论的人 可能只有我结婚了 我作为一个结婚七年的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 个人情感经验 当然七年这个数字 可能会让我的分享站不太住脚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在感情里面 我们经常觉得我爱你 你就是亏欠我的 我提出什么要求你就应该满足 我们经常用我爱你的名义 去绑架对方 但是其实你爱他 是你自己的事情 跟对方没有什么关系 只能说明对方特别好 但他一点都亏欠你的 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中 双方就不要老是去管来管去 因为越管 越消耗的是感情 我希望如果是共同的事情 大家就共同管 如果是他个人的事情 他穿什么衣服 他化什么的妆 你就交给他自己决定就好了 我想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的感情生活 能够自由一些 能够简单一些 好 谢谢大家 斯文在场会影响的发挥吗 斯文会吗 会 会 会 成禄会吗 会有一点吧 是吧 是吧 因为我原来都是爆笑 然后非常精彩 然后 然后会得七八十笑 对 他以前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来的时候确实特别好 是真的 是真的 对 今天都没有多少票了 因为诚哥是这样 每次录完七八说 回到上海 都会会声会色的 给斯文讲大概一个小时 有多精彩 所以他这一场压力就比较大 斯文确实是那样的 真的 真的很精彩 正反方投一个票 导演组事先就提醒我说 这场观众特别硬 因为刚好是一半男生 一半女生 所以立场都不容易改变 但是对于刚才 双方一变的表现 红蓝剑请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正方十六票胜出 来 小黑加杠 谢谢 我记得了 他为什么跟你拍一下手 他们以前都不跟我拍手 回去狠狠地哀求和他们 所以就 他就拿着杠回去跟我积个掌 对 怎么了 小黑 你在那跟你妈说什么 得到了爱的鼓励 是吧 妈 怎么样 你好棒儿子 大概是这个对话吗 对对对 你看这边就是没妈的孩子 你看吧 哎 就这是我第一次出嘛 第一次没有拿到杠 我还跟斯文开玩笑 我说你看你看来 你一来让我少了一个杠 本来我都七杠 七杠都可以有机会赢BB King 没关系啦 反正你不是在想第一场就准备淘汰吗 然后你都走到现在了 对 就无所谓了其实 对对对对 能让都可以了 好 正方二变 来 小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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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这道变题确实 让我犯难了 因为主要是没有经验 这道变题里面说的呢 是一个女生 而我明显呢不是一个女生 但是我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我就去问他们 我说你们拿到这个变题 你们会怎么选呢 他们都是斩钉截铁地告诉我 不坏 他们告诉我说 其实也不是说非要穿这个热裤 主要是我气不过 什么时候我男朋友 居然能对我的衣着也开始 这么指手画脚了呢 但是我跟他们说 你们好好想一想 穿出门的东西 不就是让人指手画脚的吗 我没有允许别人 对我们的穿着提意见 因为你不允许 别人也会提意见 我真的很好奇 今天这个意见 你父母可以提 对吧 你朋友可以提 甚至你同事都能提 怎么就你男朋友 不能提这个意见呢 说好做彼此的天使呢 天使提点意见都不行 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要说 你说不对 我还是觉得别扭 那你要觉得别扭的话 我劝你 刚才成了老师换位思考 咱们真正的换位思考一下 一旦变成一个女生 要求自己的男朋友换衣服 那就变成一个像呼吸一样 自然的事情 不信大家来看大屏幕 哎 哎 我们来看看这件衣服 看看各位女同胞们 你男朋友穿这个衣服出门 你们能允许吗 这就是男生的热裤 性感热辣 无染是容 无一不占 你只是阻止他吗 你不给他两脚 我都觉得你是个女善人 而且男生不仅是穿的这种 妖娆的会被批评哦 他穿的单调也会被批评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程序员 每天都穿格子衫 他老婆在家里面 就这么骂他 说你能不能换点花样穿 别老穿得跟田字格式的 我一看你 我一看你就要练字 你看他女朋友是不是言辞激烈 但是也没什么吧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也挺甜蜜的 因为这个就是伴侣之间的聊天吗 伴侣不就是你管管我 我管管你吗 这个才叫伴侣关系 本来今天我们谈的就是 伴侣之间关上门聊的话 到对方的嘴里就变成了 男性压迫女性限制穿衣自由了 这么爱上纲上下 这个时候到了重点了 很多女性朋友听到这就要问了 哎 不对 我男朋友懂什么审美啊 他就是小心眼儿 自己穿的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还对我这个提要求 他就是怕我跟别人跑了 没错 大部分的男生真的就是怕别人跑了 他不怕贼偷 但他怕贼惦记啊 他不是对你不放心 他是对贼不放心 你说这个能叫占有欲吗 我觉得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 更应该叫做伴侣之间的珍惜感 如果伴侣之间 连这种珍惜 互相珍惜的感觉都没了 那和邻居又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你每天晚上出入深夜酒吧 左边画龙 右边画彩虹 你男朋友一点都不过问 甚至还帮你叫车 你觉得他爱你吗 如果你每天都穿热裤出门 你男朋友吸了一点波澜都没有 你回来了 他还劝你说 哎呀 老婆没事 咱们既然追求刺激 就要进行到底 明天不然咱们穿内裤出门吧 他爱你吗 同志们 这样的人是爱你吗 他也不爱你 他甚至有病 伴侣之间就是这样 互相提出一些小要求 要求我们互相迁就 其实迁就也是爱情里面的一种浪漫 到最后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脱不下这条热裤呢 不是我们的心声 而是外界那些过躁的声音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亚马逊女战士 我们要抗争 我们要斗争 就是不告诉我们如何获得幸福 而我们现在恰恰应该警惕的 就是这些声音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她是一个女辩手 思维已经很独立很清晰了 她前一阵子结婚了 发了一条状态 说我今天第一次下厨 男朋友夸我做的菜好好吃 我好开心 底下马上就有人评价说 你不应该这么说吧 女人只能因为自己开心 而不能因为男人觉得夸奖你就开心 我真的觉得她有病 别人怎么开心你也要管 我们以前总以为 自由是我坚决不患抗争到底 而我们现在才知道 拥抱爱情 选择让步也是一种自由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活成某个榜样 好像是外面人说的那样 而是活成各种各样 别让一条热裤 成了咱们思想的禁锢 谢谢大家 好好好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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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疑问要请教 您说 知道什么是左手画龙 右手画彩虹吗 就这样吧 我就是这样 这样 好像就这样 好像是 好像是这样 我也不太急了 这有什么不好吗 没不好啊 没不好 就男朋友应该介意吗 啊 男朋友他不介意吗 天天出去 每天泡夜店 太难了吧 建议的是天天出去 而不是跳这个舞是吧 不是跳那个舞 跳这个舞本身不足以使他介意 对对对 像是挺好的 像是趁关攻击我们队员 我还能发现我了 我这是好学 我这是好学 他没有趁乱 他就是很明显的 直接的攻击 对 好 来 反方二边是谁 冉高明 来 有请 今天这道题啊 我们对真的很难 可以看到 我们对的配置是三个男生 但凡有个女的 我们聊这道题也会轻松很多 于是我们就从今天的着装来划分 派我来充当这个题里的那个女的 来 各位姐妹们 我们来落落 我就纳闷了 这有什么可阻止的呀 是家里只有一条热裤 我穿了 你就没得穿了吗 而且女生朋友们 这个时候一定要发现问题的关键 如果你的男人突然对女生的着装 衣品有了提升 口红的色号有了把握 警惕 这是外边有个小妖精给他开小灶 先别着急换裤子 好好问问他吧 这下再跟男生朋友们聊一聊 你们以为热裤就只是热裤吗 No 她是女生自控的薰工章 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一个女孩子为了穿热裤 要多么努力地保持身材吗 对不对 整整一个冬天 老娘米面不吃扛着饿 一个春天 老娘跑步健身扛着泪 就为了这个夏天 短暂地露出大长腿 如果你爱我 闭上你的嘴 而且女生穿热裤真的很累 大家想一下 穿一个热裤 我们需要经历什么样的步程 过程 我们要洗澡 护肤 护肤 身体乳 我们要化妆 眼影 配口红 我们还得上衣 鞋子 配包包以及项链 你今天突然跟我说 宝贝 我觉得你这个裤子不太好看 你换一个吧 OK 整体的造型全部重来 再来一遍 洗澡 护肤 身体乳 护肤 眼影 用化妆 鞋子 配颜 用包包 你是人吗 女生是整体的产物 女生是整体的产物 对 这个好 这个金句 你只是看到了热裤 没有看到我为热裤做出的努力吗 不 好 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事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些不让女朋友穿热裤的男生 和喜欢看别的女孩穿热裤的男生 是一个男生 对 太奇怪了吧 他们对于别的女孩的要求是美艳 对于自己女朋友的要求是安全 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好看 又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不要被别人发现好看 听起来 是不是非常像金屋藏胶 然而你们唯一的区别是你俩住的 还不是金屋 等一下 嘴巴粘住了 接下来就是男生最长的两个理由了 第一 就说 哎呀 我觉得你穿热裤不安全的 我怕你出去被人家占便宜 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说一说 当代女性穿衣和性格的对照表了 俗话说得好 眼影越浓 脾气越凶 穿得越粉 骂人越狠 大家想一下 美少女战士的水冰月 名侦探柯南的毛丽兰 裙子短不短 非常短 飞天小女警都没有裙子 可是你们谁敢惹 都不敢惹 因为敢于穿短裤化浓装的女孩 都是自信的女孩子 而自信和昂扬 就是对女生最好的保护色 我们想象一下 在路上看到两个女孩 一个是维维诺诺穿着普通的女孩 另外一个是睫毛贴的满天飘 然后踩着高跟鞋和短裤的女孩 你们觉得哪个女孩更容易被欺负 我觉得应该是前者 所以勇敢穿更安全 第二 这个理由就非常常见了 很多男生说 哎呀你穿热裤 我很担心你出去招风引蝶啊 如果今天我脱了热裤 能够给你真正所谓的安全感吗 男生朋友们我问你们 是你的女朋友今天穿着邋遢 蓬头过面出去 没有人看得上他 能够给你安全感 还是你女朋友今天打扮的光彩照人 被路人示好 但是依然晚上回到你的身边 能够给你真正的安全感 安全感从来不是因为没有人选择我 而是我在众多新的选择中 依然愿意选择你 漂亮漂亮好 所以请男朋友对这段感情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就让我们用热裤来给他信心 植树节虽然已经过了 但是各位女生朋友们 用热裤在男朋友的心中重点 重 最后一个点非常的简单 很多女生说啊 不就是迁就一下男朋友吗 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也觉得没错 直接换掉裤子非常的省事 可是我们省掉的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省掉了沟通的机会 是放弃了 让他了解你的机会 很多直男是不了解女孩子的 就让他不了解你 为什么那么喜欢穿热裤 他不了解女生化妆之前 为什么遮住了自己的黑眼圈 画完了之后 又把眼圈画黑了 他不理解 女生为什么用镊子拔眉毛 拔完了眉毛 又再画一个眉毛 直男更不能理解 女生的一种妆 叫素颜妆 请问素颜怎么还能有妆 这些东西直男通通不理解 可是如果今天 他都觉得你在浪费时间 白费精力 希望你改 我们女生通通都改了 妆也不化了 肉裤不穿了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俩不定 谁比谁更像个男的 今天我选择接受 其实你是放弃了 让你的男朋友尝试 真正了解你的机会 你是放弃了 让他知道 变美这件事情 对于女生来讲 是能有多么大的自信心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女生会觉得 算了 算了 我说了她也不懂 可是你为什么 就那么笃定 不愿意去试一试呢 也许试一试 但是你的男朋友 就会因为爱你 去尝试着她去理解你 我觉得最好的爱情 不是在一开始 就找到一个 能够符合我标准的人 而是我们两个人 彼此磨合 尊重彼此 每一个不同的选择 你的男朋友 他有多么的愿意 想要理解你 他有多么的 能够包容你 这关键就在于 你对于自己的那个选择 到底有多坚持 因为坚持才会解释 因为解释 会尝试理解 因为尝试理解 才会爱得更深 最后一句话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更爱我的这份坚持 和足下的土地 谢谢 好好啊 太厉害了太棒了 庄明好啊 来来来来来 两个人说得好 两个人 获得了49票的跑票 尤其是高明说了说了 他嘴都黏到一起 我太急了 都把水瓶拿起来 这还不要自己喝 等一下 嘴巴粘住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人啊 你们 他太精彩了 我忘了 高明这场就是太炸了 用最普及的态度 来告诉男生 关于女生的一些 其实很浅显 可是很少被解释的秘密 我觉得这也很好 我跟你讲小彤 你有点紧张 我看出来了 因为你一直在捏 你手里的这个抱枕 是的 然后俩手在那捏 捏捏 你那么紧张啊 你放过他好不好 好 我捏我自己 来双方二变 来请开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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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开杠 小彤 高明 我很同意 爱情之中要有自由 那如果今天 这个事情已经摆在这儿了 我不换我应该怎么办呢 穿着出门还能怎么办呢 直接就走 转身离开 有话不用说出来的 那你们这不就是 室友关系吗 你刚才说的沟通 到底在哪里呢 沟通在于回来之后 告诉你我为什么想要 穿这条热裤 你不沟通那你要怎么办呢 他已经生了一天闷气了 你没有选择在爱情之中 去给你的伴侣 哪怕解释一下 你就直接不换出门了 这是一个良好的爱情观吗 这是什么奇妙的爱情观 非得逼我换着裤 那只能换了你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两个爱情观 真的这样步调不同意 你可以换我 但是之前 我总要把我的诉求 给你讲清楚吧 是不是太双标了 你有你的诉求 希望我不穿 我有我的诉求 我希望我穿 本能和本能之间 擦出核心的火花 咱俩就是天生一对宝贝 你方的立场 你方的立场是坚决不要换 男生提出任何正规的理由 也不要换 好 正方时间到 我还有多久 我还有22秒这么长 我就这么简单地说一下 我觉得提出你的诉求 然后我也愿意跟你解释 但是前提是一定 我继续穿着 如果我什么不说 就直接把裤子脱了 我以后 在任何其他的问题上 我还有什么 和你沟通的可能 阻止是拒绝沟通的开始 而坚持就是我对抗 他唯一最好的方式 谢谢 可以 好 好 来 我们给双方二变投票 红蓝键 请按键 1 2 1 好 陈高明 51跑票 加告 弹总 教授学你 他也跟他几掌 高明 所以其实只要你讲得好 这个现场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还都是会投票 现在是13比87 是吧 尤其是刚才高明在那说 连续那几个天问 说出来的时候 我看见这边有些男生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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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表情是非常诚恳的 就是 对啊 为什么明明把黑眼圈捉住了 还要画一个黑眼圈呢 为什么要把眉毛拔了 再画一个眉毛呢 这边的男生那几个人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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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女生会生拔眉毛 拔到最后女生一般都没有眉毛了 哈哈哈哈 拔完再画一个新呢 对对 他们会再画一个 他们心里认为自己该长成的 好看的眉毛的样子 你 高明以你的 审美 你你觉得 呃 薛教授脸上有什么需要 微调的地方吗 没有 整个人散发着经济学的光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 好 哎呀 是上方三变的压力有点大哈 来 正方三变 秋晨 加油 秋晨 加油 加油 秋晨加油 谢谢 这是一道什么破题啊 哈哈哈哈 我喜欢穿热裤 男朋友阻止 高明说的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因为他说热裤是一个人 自由和自信的象征 那作为这场比赛里边 唯一一个真的女生 哈哈哈哈 我可以非常不负责任 有毫无说服力的告诉大家 热裤不好穿 哈哈哈哈 真的 那为了这道题目 我找四个朋友 借了五条热裤 我全部都试过了 一条也穿不上去 全部卡在腿上面 不同的位置了 而聚那些可以穿上的朋友 告诉我 即便他们能够穿得上去 哈 也会感觉非常的卡 真的 而且 我觉得最难受的 还不是这个 最难受的是 在我试穿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的朋友们一直在旁边 疯狂地嘲笑我 他们说我 你个子矮了 你腿粗了 然后你还有 剧场无比的腿毛了 对不对 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忍受 这么辣眼镜的场面 我的朋友一直在吐槽我 我当然也知道辣眼睛了 你们光想想 也觉得特别辣眼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光想想 就觉得很辣眼睛 为什么 你们觉得我即便是 作为本场比赛里面 唯一一个女的 然后也没有那么配 来谈论这个话题 为什么你们觉得 我试穿的这个行为和画面 都不堪忍受 是不是因为你们内心深处 其实也觉得 热裤这样东西 就是那些 肤白 貌美 大长腿的所谓美女 才配穿的东西 所以看到了吗 这就是大家内心深处 真实的想法 热裤本来 就是一种 男性视角下面的 神美产物 它从来不是女性 一个自信的表彰和彰显 它从来就是一个女生 长成什么样子 才算符合主流审美的 社会规训 所以我就非常费解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就这么个玩意儿 在今天这道题目里面 就成了女生 对吧 自由 平等 个性解放的象征了 别说穿它的时候的 不舒服和不自在 一个女生想要穿它 就如高明所说 想要穿它 就要付出巨多的代价 她可能要忍受减肥的辛苦 忍受瘦腿的麻烦 甚至脱毛的辛苦 还要忍受 身边那么多人的 恶毒的评价 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一条裤子而已 如果需要我们 去适应它的款式 而不是它 来适应我们的需求 那它就不配象征 任何解放和自由 好了 是啦 说到这儿 对吧 我也知道 就是一条裤子而已 它没有那么高的 价值和意义 爱不爱穿 爱不爱改 都是看你个人的心情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说 要改呢 为什么呢 我也在想 为什么 真的很难 对吧 就是一方也会说 多大的事情 对吧 我会说多大的事情 为什么要改 在思考这个 无比艰难的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 唯妙又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在亲密关系当中 都是为对方妥协 都是为对方改变 可是男生和女生 收到的社会评价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想想 假如你们两个人 分隔两地 对吧 异地恋 然后都为各自的事业奔跑打拼 这个时候如果男生说 亲爱的 不如我辞职去找你 我们都会说 哇 这个男生好温暖 他为了为他的爱人 遮风挡雨 可如果换过来 是一个女生说 亲爱的 不如我辞职去找你 我们都会说 哇 你要小心一点 你这样显得不够独立 你很可能 就会沦为男人的附属品 放到穿衣打扮 这件事情上 就更明显了 对吧 如果一个男生为女生 改变自己的穿着 我们会说 这个男人终于成熟了 而如果一个女生 为男生改变自己穿着的话 我们会说 你要小心 你失去了自己 我们对女生做出的妥协 额外额外的警惕 而这本质上 是对弱者的一种补偿和怜悯 就好像大家对我的身体 额外的紧张 一样别人咳嗽就咳嗽 打喷嚏就打拼 打喷嚏了 我要打个喷嚏 大家都会说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就会要你的老命 那同样的 我们在热库这件事情上面 如此如此的敏感 我们没有在捍卫女性的穿衣自由 我们其实在强调女性的弱势地位啊 所以 我觉得我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我不想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男生的妥协就是温柔 而女生的妥协就是软弱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一点 对不对 男生可以坦坦荡荡地表达自己 其实没什么道理的安全感 而女生也可以轻轻松松地说 好吧 那我换一条裤子 你再等我一下 然后这是不是才是 两个人之间真正的关系 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道题目跟穿衣自由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 你知道吗 就是 这道题目要成立 就证明我们有穿衣自由 不然为什么我们会有选择 为什么要讨论两个选项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自由 所以今天这道编辑到底在讨论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她其实在讨论 当穿衣服 我穿任何衣服的权利 都摆在你的手上的时候 为伴侣去妥协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吧 意味着你成为伴侣的附庸了吗 意味着你被她误化了吗 意味着你在关系里面出于劣势了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它证明了你事实上的独立 和内心的强大与自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都非常非常喜欢袒露自己对伴侣的妥协 甚至关系中的软弱 我也是这样的 大家记不记得陈明 陈明 众人皆知的宇宙无敌大型气管炎 对不对 首尔 首尔经常用非常高亢的态度 在痛诉 他在自己老公和孩子面前的卑微 黄之中也是 黄之中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从来不避讳谈起 当他的女朋友葛丽不在的时候 他的生活过得像一坨 一样 他从来不介意 为什么我们都怂得这么大胆和坦然 而且也过得十分十分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信啊 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出门能够赢他一整个世界啊 所以我又何必在家里面输给了你呢 我就愿意输给你 所以朋友们很简单 对吧 有点信心好不好 当你真的认同说 改换一条裤子 不会改变你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真的感受到 你比你以为的更强大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谢谢 好 来 反方陈灵月 好 我们来看邱晨讲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她说 女性之所以会觉得热酷美 她不是自己觉得她美 而是一种社会规训 我觉得恰恰相反 今天当女性在穿着清凉的时候 如果一旦出现在公共舆论场当中 那些和你们不一样的 最恶毒的男人会说什么 会说穿成这样能是什么好东西 会说你穿成这样 男朋友能让你出门 她心真大呀 她们面对的真正的社会规训 是有一些男人 想他们更保守 而不是想让他们更美丽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 你真正反对社会规训的犯法 就是穿自己认为美丽的东西 而不是错误地理解了社会规训 而热酷这件事情 热酷这件事情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我们有更好的方式吗 我们来想一想 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呢就是让女生不穿热裤 另外一个就是男生自己做心理建设 我想跟男同胞们聊两句 咱们什么时候怕过心理建设 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具体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精神胜利法 带女朋友出去的时候 别的人盯着她的腿看 其实我也会很慌张 可是这个时候 我会立刻转变我的角度 原来她不是我女朋友的时候 我和她都只能看 现在她还是只能看 而我 已经是她的男朋友了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这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 所以 心态放轻松一点 放宽容一点 你会觉得心里那个坎 没什么过不去的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其实我们有更好的路是什么 就是我们帮助女生去解决她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女性穿热裤 其实无非就是担心走光 担心她们不安全 可是我想说 如果你真的担心她们走光的话 就提醒她们 坐下或者上下扶梯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姿势 如果你担心她们不安全 那么你就告诉她们 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能让我陪你的时候 尽量让我陪你 我实在不能陪你的时候 你打车 记得随时跟我分享行程 这些办法 哪一个不比直接让她不穿热裤 来得更安全 更有效 更能体现你爱她 所以我们不希望穿女生热裤 其实说白了 是因为男生通常有一些小心思 叫怕麻烦 可是我想说 这么做了之后 只能解决我们心里的麻烦 不能解决他们真正的麻烦 外面的世界很不安全 我知道 可是我们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帮助他们细心地解决 真正的问题 而不要用粗糙的办法 让他们忽略了真实的问题 最后我承认 这个题目跟穿衣自由 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想说 我们男生为什么会害怕女生 在外面穿得比较清凉暴露 其实本质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也知道 这个社会对于女性而言 太不友好了 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评论 你现在一打开那些微博 你每次听到那些声音 你说她穿成这样能是什么好东西 穿成这样你都能让她出门 你心真大 这种时候我们男生会害怕 我们会直观地选择最简单的方式 想要去保护我们的伴侣 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让你们穿热裤的原因 因为我们害怕 可是这件事情仔细想想 我们反过来想想 他们不害怕吗 当微博上出现那些恶毒的评论的时候 你以为他们不闹心不愤怒吗 他们知道地铁上有色狼 你以为他们不委屈不害怕吗 不 女性在安全和尊重上面临的问题 面临的恐惧 远远比我们大得多 可是他们为什么依然要坚持选热裤 不是故意跟你们闹脾气 而是他们真正想保留那一点追求美的权利 他们真的特别想让自己美 当他们遭遇这些声音 他们不希望我们像他们一样害怕一样恐惧 然后一起躲开 因为每一次妥协 其实都是告诉那些有问题的男人 你们没问题 每一次逃避 都是告诉那些真正有问题的人 你们可以说得再大声一点 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我们牵起他们的手 跟他们站在一起 告诉他们 有问题的是男人心里的问题 不是你的热酷 好 这场比赛 节目组他把男生和女生分成了两个对等的阵营 好像你们是对立的双方一样 对方负责说服女生 我们负责说服男生 可是我想说 我们真的搞错了对立面 我们的对立不是对方 男生的对立面不是女生 我们共同的对立面 是那些给我们制造恐惧的 不懂得尊重的人 今天这道题目下 到底谁错了 谁真正的错了 是男生想欺负女生吗 是女生不了解男生吗 不 我们都没错 真正错的是那些 让女生不敢穿着喜欢的衣服出门的人 真正错的是那些 让我们不敢不舍得 让她们穿自己喜欢衣服的人 我们以为自己是对立的双方 可是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那些混蛋的受害者 面对混蛋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妥协吗 服从吗 不 我特别喜欢深圳公安 在打击地铁猥亵事件的时候 用的一句话 她是这么跟姑娘们说的 她说 世界上好看的小裙子 你随便穿 色狼 我们来抓 我觉得每一个想保护女生的人 都应该有这种帅气而温暖的力量 我想 女生们应该也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就是告诉他们 宝贝 世界上美丽的裤子 你随便穿 你的世界 我来保护 谢谢 好 双方开杠吧 先开先杠 重新开始 今天陈灵月全篇论证的 都是男生不应该开口阻止你有论证过 当男生心里有关的时候 女生不应该妥协吗 是女生在不改之后 总要让男生有一个理由接受她 我的一切都是在不改的前提下 告诉我们男生 我们可以接受 不对 我觉得女生应该改男生观念也应该改 双方都可以一起改 这可能才是我们希望的原因吧 可是问题是你有论证一方的便提吗 当男生愿意妥协的时候 女生愿不愿意妥协呢 双方当然都愿意妥协 我刚才讲过了真正好的妥协的方式 不是让一方改掉 而是各自说出内心真正的不舒服 我们解决真正的问题 不要解决男生心里的那个问题 好不好 很好啊 你说的无非就是沟通嘛 可是什么才是好的沟通 我告诉你我不改 我不听你的 这是沟通吗 这是沟通 截断了沟通的路数 真正的沟通是 好 我今天可以改 可你明天能不能听我说一下 我的理由呢 不 真正好的沟通是我不改 对不起宝贝 但是我有自己的理由 你可以跟我说说我的理由 我们沟通一下 这才是沟通 给理由就是沟通 对不起 正方没有时间了 所以对方今天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认为只有改 才是沟通的开始 可是我觉得坚持自己 才有沟通的可能 来 让我们给双方三遍做一次投票 红蓝键 请按键 三 二 一 来 正方十九票 跑票 同一加杠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看我们的跑票数 因为在二遍之后 跑票数偏的比较厉害 现在依然是 现在依然是68比32 双方都各有一个 结变的人选 正方结变是谁 好 秋晨 反方呢 陈玉玉 来 我们在双方 准备结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让事不关己的各位 来可以讲一讲 整个辩论过程当中 到底什么打动过你 罗老师有吗 我一直没法想象出 小黑穿热裤的样子 这个特别打动我 小黑穿热裤的样子 特别打动你 你解释一下这个事 你让他穿上你就明白了 好 我不敢想 所以整场辩论 后面别人说什么你都没有听 就一直在想着小黑穿热裤 康永哥有被什么打动到吗 阮高明下场的时候 我真的很佩服 他竟然敢 对直男们讲话 因为 他是所有的选手当中 最照顾 这些不明白 画眼圈跟拔眉毛 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有 有说动了这些 本来可能说不动的人 那这个是我佩服阮高明 因为如果我是阮高明 我上场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心惊胆战 觉得这一场我搬不动了 所以他不怕 这点我非常佩服他 然后刚才开杠的时候 我有注意到更新鼓掌的 非常的强烈 就是他应该很赞赏 最后这三遍 这两个人的开杠 所以你是觉得他们 各守立场 我觉得我听两个人 我觉得还是 比较能打动我的 就是阮高明和陈灵月 因为他们分别讲了一个 各自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高明讲呢 这个是如何来说服这个 这个钢铁直男 如何来理解这个 女生化妆打扮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在我心里 也是个困惑 有的时候我不理解 帮您修眉 不是不是 跟眉毛没有关系 OK 因为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 为什么要花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在出门前浪费那么久的时间 然后我再等他 是哪些人花这么多时间 让你等他呢 不要知道 你人生中总共消耗大概 两千个小时在等 换衣服跟化妆的人 我每天起得比较早 所以你是跟他一起起床的 是吧 汉文哥你已经吓唬了 对 咱们说点轻松的话题 太恐怖了 对 在你认识的人里面 谁化妆时间最长 那您反过来问我是谁 比较少了 好 刚才你说了 冉高明触动你的那个点 对吧 就是来普及教育一下 刚才听这个陈灵月讲 就讲到说这个 希望男生来理解女生 女生来理解男生 对 每个这个双方都会有一些 不理解的点吗 这也对我是有触动的 你以前从来没有试着理解过 但我觉得说的是 但是觉得真的应该 再多一点理解 对不对 对 那就要看我们个人 对 其实讲都会讲 到底当场面对自己的另一半 对 如何能理解 对 更新是说从 听了高明和林月的演讲以后 他可以开始进一步了解对方 愿意了解 愿意同意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 你没有觉得今天就是 教授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 对 就是他是那种就是 门声弟子太争气 对 要翻身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 对 因为真的讲得很好 对 可是讲得很好的时候呢 教授就会用力鼓掌 然后他不但用力鼓掌 他还会回头看我一眼 就 我就 压力很大就是 先开后劫 所以是从陈灵月开始截变 我觉得这道题目呢 最后想让我们真正讨论呢 是我们应该怎么通过 保护的方式去保护一批人 我听到一个日本的例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早晚上下高峰期的时候 女生其实是特别容易 被别人占便宜的 日本人怎么做 她们没有想让女生 不穿她们喜欢的衣服 而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 单独开辟了一间 女性专用的车厢 她们让她们既能受到保护 又能够保持自己 穿喜欢的衣服的权利 我觉得这才是这道遍体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意识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保护她们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 进到我们内心之中 所想尽到的那些责任 我们应该以尊重为前提 去想保护的方法 而不是以保护为理由 去限缩自由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目到最后 既然这个社会 我们都认为它不太安全 它又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危险 它又有外面世界上的危险 那我们能给那些危险的人 唯一的一句话 就是愿你们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好 来 正方求人结辩 天哪 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立场上 真的很惨 我觉得今天对方非常聪明 他们树立一个稻草人 这个稻草人就叫社会上的坏人 他好像说的是 如果我们不穿热裤 我们就是向坏人妥协了 而我们今天就是穿着热裤出门 我们好像就向坏人宣战 是不是这样呢 也许吧 可是今天这道题目 讨论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讨论的是 两个人之间 当有一方没有那么理解 有一方观念 还没有那么先进 然后有一些男生 他们笨笨的 他们就是想不开的时候 女生这个时候 能不能稍微做点什么 我们聊沟通的问题 没错 沟通就是 我们双方抱有自己的立场 然后坚持到底 交换信息 可是沟通能够成立的前提 往往不是坚持立场 而是态度的软化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女生希望男生做一些改变 希望你不要打游戏的时候 她也讲不出什么道理 你跟她刚吗 说我刚在这里 直到你想出道理来说服我 可以吗 也许我们今天先不打 然后明天态度和缓了 你的内疚也来了 我们才可以好好说话 好好聊聊这个真实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好 来 我们给今天的正反方 做一次投票 请按键 3 2 1 反方6票胜中 我觉得我们队就是赢在了 真的是拼了命的准备 就想一定要赢一场证明自己 这是我们站队第一次三个人 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赢的第一场 所以我相信他们会表现得越来越好 好 祝贺返方 我们先请其他的导师就这件事情 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完 从也许不太心服口服的那一方开始吧 我 我可以说的是 我的立场就是反方其实 所以我全场不想说话 我真的不是一个辩手 而且我觉得这个题也不能胡搅满缠 就是他就是不能改识的 就是不能改的 我觉得他作为他们队伍的导师 就是一个很任性的导师 他始终都不照顾你们的需求 然后你们输了还来踩上一脚 这家伙就是他只维护他自己的价值观的完整 这个作为导师 你还是要跟队友站在一起 把他转过来 太打了 不行 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 没事 我是真的很欣赏 但总今天就出来 一出来就是牌子我支持那一眼 对 正义里男的告诉大家 就别这样 我觉得也对啊 而且对于我们队来说 他其实是用态度证明了我们这方有多艰难 这不也挺好的吗 对 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同意 完全同意反方 刚刚林月最后做的那个 也不是一个稻草人 他那个东西是真实的在干扰的 然后这个我也想到一个事情 很好玩 其实道理上是没什么好变的 道理上就是不要改的 但是现实中呢 真的就会觉得女孩子是她的面子 是她的附属品 而且很多人出于善意 他也会觉得女孩子就是男孩的附属品 我经常遇到一个困扰 就是我在机场啊 街上我跟我的配偶是吧 我俩在那儿溜达 他是冲上来 李大人特别喜欢你跟你合个影 他跟我合完影 他都会再问一句 我可不可以跟你老婆合个影 永远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的困扰就是 你为什么不能直接问她呢 你要跟她合影 你问我干什么 你问她不就好了吗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其实每个人 你自己想一想 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待女孩子的 他都觉得我要跟她干什么 一定要征求这个男的的同意 不用这样 我这道题就想说一句话 以后你要跟她合影 不要问我 问她就好了 谢谢 不 李大人 你终究是一个明星了 就是如果路人上来就说 李大我要跟你太太合影 你走开 这个 这个会不会太伤害你啊 这没关系 不是就不用问我 我就觉得问我很奇怪 不以你为焦点 会不会对你太失礼了 对 还好吧 我觉得无所谓 那她可以叫你帮忙 他们两个拍照吗 当然 当然 那你会跟她怎么说 她说我可以跟你太太合影吗 你说 我就每次说你问她 她 因为我说可以 也不代表她愿意啊 对 你要去问她愿不愿意啊 你问我干什么 这是我很奇怪这件事 明白明白 不好笑这段 好 我们请反方导师薛兆峰教授 发表观点 好 谢谢大家 我想这道题 其实讲的是经济学怎么看待女性解放这个过程的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听上去好像不相关的案子 在很久以前1914年的时候 曾经美国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案子 有一辆列车开过一片稻田 一片田野 那么这当时的列车呢是烧煤的 那么这个火车头呢烧煤呢 它就喷出火星 这时候呢 喷出来的火星呢 就把在田野上堆放在铁路边上的一堆700吨的亚麻给烧着了 烧完以后呢 这个农夫当然就起诉这个铁路公司 铁路公司呢最后应诉 然后法官的判决呢 是说铁路公司要赔偿农夫的损失 那么这个听上去合情合理 那这个案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是判案的法官当中呢 有一位是法学的思想家 叫霍尔姆斯法官 他跟那个英文呢 跟福尔摩斯是一个词 也可以说是福尔摩斯法官 他呢在旁边写了一段话 他说我也同意这个判决 铁路应该赔偿农夫 但是呢 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他说将来这个铁路要避免类似的意外 你看他该怎么做 他说如果不烧煤 这几乎不可能 让铁路改道 这成本也非常高 如果在铁路的两边 竖起一道高墙 这成本更高了 他说但是呢 农夫只要把他堆放的亚麻 稍微挪开那么一点点 这个意外就可以避免 所以呢 如果农夫为了避免意外所付出的代价 和铁路要避免意外付出的代价 加起来不是最小化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判决 我觉得对整个社会来说 可能就不是最优的 他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思考 火星碰出来 碰到亚麻会燃烧很危险 男人碰到女人在一起 也很危险 也会擦出火花 把男人跟女人放在一起 关在一起五分钟 可能就会制造出 影响一生的麻烦 所以呢 到底我们要管男人 还是管女人呢 这是一个问题 历史上 许多的社会做出的选择是 特别是农耕年代 他们做出的选择是 管住女人 因为女人比较好管 男人要出去干活 比较难管 成本比较高 所以呢 各个社会都有类似的 道德标准 要管女人的标准 男女受受不清 女人不能抛头露面 不能够穿得花枝招展 管女人 而且呢 道德标准夹在 男性和女性身上的标准呢 是双重标准 不一样的 如果发生了出轨的事情 女人会被送到封人院去 送到妓院去 扔到河里面淹死 而男人呢 下次不要了 下不为例 不一样的标准 所以在旧时代 总的来说 夹在男人身上的 是宽松的 道德标准 夹在女人身上的 是道德约束 但是后来 近现代 发生了两个事情 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 第一 是避孕技术的普及 第二 是大量白领工作的涌现 白领工作的岗位上 女性的表现 往往要比男生要好很多 这时候 如果再抑制女性 不让她们出来抛头露面 社会的成本 就承受不了了 所以呢 这时候出现 道德标准 出现了一个反转 这时候 反过来要求 我们要约束男人 要男人检点 男人学会尊重女性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看这个历史长河 你会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在旧时代 落后的年代 女人受到的是限制和约束 而在现代社会 文明社会 女人得到的是尊重和自由 女性的工作范围 生活方式 包括穿衣打扮的自由程度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社会 文明程度的标志 所以呢 如果各位喜欢穿热裤 男朋友反对你 你不要听他的 原因是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 文明的社会 谢谢大家 在反方已经胜利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教授的这个义正言辞的 这番表达 听得这么有道理 但是有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 但是康永哥是正方立场 而且他今天是林更新的灵魂 所以我特别期待着 就林更新到底是怎么想的 由康永哥来表达出来 蔡更新 蔡更新 我其实刚刚听教授的发言 略有困惑 就是更新兄你觉得 为什么教授跟一个女人 关在一起 会五分钟就出麻烦 那可能他个人的一个想法 我刚刚开玩笑 我绝对不是代表林更新讲话 他的话自己会讲 就是我没有资格代表他讲话 那我是台上最后一个 守住了这个 要改的这个一页偏周啊 就我理解这个题目 比较浪漫一点 我觉得如果呢 你穿了热裤 然后你的男朋友 有任何的想法 他该不该阻止你 我觉得不该 就是 他应该自己消化他的 任何的想法 他不应该阻止你 所以如果题目长成那样子 我会说 男生不应该阻止女生 穿他不喜欢他穿的衣服 可是现在题目长成是说 男生已经阻止了 女生要不要改 这一题我纯粹就很浪漫的 把它理解为人际关系 就是 当你的伴侣依然在乎你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两个人当中 很值得珍惜的勤奋 就如果他已经看不顺眼 你穿的衣服 不管基于任何无聊的理由 然后他都懒得讲了 我觉得两人的关系就死掉了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还在一起 然后对方还依然愿意 对你的种种作为 有兴趣提出建议 或者是意见的时候 我们可以珍惜那个时刻 因为等有一天 对方对你的任何行为 都没意见的时候 你会很怀念这样的时刻的 谢谢 我想问一下女生 就是 当然 现场台上 就是女生很少了 就是 傅妈 我觉得康永哥说的那个点挺好的 我就渴望穿衣评价 中年女人就不缺穿衣自由 就缺穿衣评价 我剪了个头发都没人发现 别说我穿什么衣服了 所以 我们发现了 我们发现你今天的发型是 做了那个 就是 但我不在乎你发现不发现 我 我们换个人 我们让林更新来说 你发型换得很好看 这样可以了吧 其实她也不在意我吧 你在意的是 我太在意你了 你就是为了在意林更新 也不用先把我摁在地上泼擦呀 我真的很细心 我不光发现你的发型变化 我发现小彤都烫头了 小彤你是怎么想的 你把头全拔了 然后再种上再烫一遍 罗振宇老师 要说一说自己的反方立场 但我觉得今天李戴说的太严肃了 说好像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命题似的 你说说看 我觉得把热库拿掉这题 就比较好变吗 把热库拿掉 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肃了 这个 好吧 那个其实我一直在做自我剖析 因为这道题出来之后 我注意到就是两个字 后面我要改嘛 改嘛 让自己变得更好 每个人都愿意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真的因为别人的阻止我要改嘛 我自己的改变可能因为别人的激励 别人的劝告 别人的提醒 别人的加持 我发生改变 但因为 无论是 只要不是法律啊 就是我的至亲好友 阻止我发生改变 会发生什么 我今天说点自己内心话 嗯 第六集七八说录到今天 我所有的同事都告诉我 你表现特别差 说我表现特别差 说我表现特别差 其实我也认了 然后为啥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内心里有太多的不 因为我来七八说 我所有的同事都告诉我 你要从七八说给得到导流啊 所以我内心里有一大堆不 比如说不能不给得到导流 不能不像一个知识分子 不能表现的不精彩 然后不能显得没教养 我心里有一堆步 就我的所有的同事和我来到这里的初衷 都是被阻止 嗯 所以我这么大一坨 结果抽抽的在这儿 我也不敢跟人开玩笑 然后所有的表现都不正常 这就是我表现不好的原因呢 就像第一场我见到弹总 弹总说你是个传销的 我没这么说 你干什么 你是这么说已经拨出去了 拨出去了 你赖不掉的 语境不是这样的 语境不是这样的 对对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就是他 但是我心里就有一堆步啊 对吧 我能跟他这样的人一般见是吗 我能反唇相机吗 对吧 然后我跟他干起来有什么好呢 对吧 一堆步 所以我只能哈哈过去了 然后网上就开始出现文章 奇葩说开播 李诞怒斥罗振宇传销 然后你就会越活越臭臭 我们可以改变 但真的不要心里一大堆的不 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情 说得好 所以如果有机会 比如再回到那天现场 我今天 我从今天这场开始起啊 我向全场变手 向马老师 保证 我再也不给得到APP做广告 你说的那个 我那你看我就自由了呀 你说那个APP叫什么名字 那个 徐老师 我先把老师做保证 这样我就彻底放下来啊 最后我就想说一句话 这句话是一个专栏作家 我很喜欢叫连岳说的 他说你真的是要按自己想的方式去活 否则你迟早按你活的方式去想 你心里有那么多的不 你越活越臭臭 你越想越狭窄 谢谢 我今天的心情 其实就是洗了澡的心情 你原来身上背着的一些东西 你又看不见 它像小灰尘一样 粘在你身上 洗干净擦干净 重新穿上 哎 原来这么爽 其实你也并不知道 到底少了什么 但是就是这感觉 推荐大家看蔡康勇老师的 为我活一次吗 蔡康勇老师写一本书叫 为薛教授活一次 这是什么书 为自己活一次 跟教授的书绑在一起 好 那我们最后要请林更新 最后来总结一下 自己本场的立场和观点 那我的观点 我是反方嘛 反方是 不敢 因为我觉得女朋友嘛 自己的另一半 嗯 她喜欢穿热裤 她想自己漂亮 那尽管我也有一些自私的想法 但我爱她 我喜欢她 叫支持她所有的一切 作为今日男神 你手里只有一杠 嗯 我不知道本场六位变手当中 你唯一可以给她加杠的人 你愿意把自己的杠送给谁 那我把这一杠送给陈灵远 陈灵远 陈灵远 好 好 来 陈灵远加杠 其实我都比较喜欢吧 那更倾向于陈灵远 陈灵远强调的是 让男女生相对的一个平等 相互的理解 强调这个概念是我比较喜欢的 同时我们请反方派出一个代表 来接受京东提供的不开不知道 一开爽到爆的京东爽爽大礼盒 来 陈灵远 来 陈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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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好的 谢谢你 我们下期节目 祈祷 再见 再见 陈灵远 谢谢 谢谢 准备 陈灵远 让我们 所有的 辩手 下期节目 陈灵远 再见 adequ 快要过年了 过年要买什么呢 淘克力是一定要买的 因为孩子会非常开心 一定要买坚果 因为有瓜子才叫过年 辣条 素条 山楂条 我就会带点坚果 烧零食 然后白酒啥的回去给父母 给我的狗狗买一些狗粮 一囤囤一年 给猫囤猫粮 囤猫纱 还会买那种给猫穿的 把它打扮成中国狮子的小衣服 我觉得汤圆 买汤圆 买汤圆 圆里的汤圆是圆里有圆 说起汤圆到底要去哪里买呢 所有这些东西 都可以在京东超市年货节 一站够齐 买年货就来京东超市 我们现在是一年 两年 对 差不多吧 半年多 一年多 我俩在收到导演组电话的时候 聊了半个小时已经快吵起来了 可能是积累到一定的安全感的时候 我大概就可以不管了 但是不是现在 不太想让她就是 太那么受瞩目 已经很耀眼 不要再更耀眼了 对于姚文艺这个领域 就是男的一定不会管的 这一个已经是 年轻人一定要坚持个性的时代 对 就是我重新理解了 就是爱这个这件事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就是为对方去妥协一些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勇气 就是我愿不愿意为对方改变的那个勇气 我最开始觉得就是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但是之后我发现 其实感情中不是那么多非黑几百的事情 不管在哪一个点 沟通都非常重要 要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 然后你要尊重对方的想法 我已经阻止你了 意思就是我的爱已经到了 然后你要是就是你要一直要穿 我肯定爱你 我就你就穿吧 是吧 其实遇到这种问题会 比如说想要改变或者不舒服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俩也会聊了 我觉得就是其实重要的就是 你有不舒服的想法你要讲出来 但是你千万不要想着 对方一定会答应你 或者什么 妈妈感受吧 感受这个爱的结果 你有你穿的权利 然后我可以随身戴个外套 虽然我不喜欢戴东西 随身戴外套 其实刚开始的话 我是死都不改的那个身份 然后但实际上我想说就是 热库我有 但是男朋友我没有 你说我是改是不改 我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主要是因为你是这方了 啥 你又说的那么充分 其实我还是挺棒的 下次别看你 希望下次你还是不要来了 就是在荧幕前看我精彩的表现吧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次 你在我面前真真切切的扬眉图 不是